约尔书第二章 你们要在喜安吹号 并在我的圣山发出警讯 让国中所有的居民都站立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必然临近了 那日是黑暗幽冥的日子 是密云漆黑的日子 有一对众多强盛的民来到 好像晨光满布全山 这样的事从前没有发生过 以后迟到万代也不会发生 在他们前面有吞灭的火 在他们后面有燃烧的火焰 他们未到以前 大地像伊甸园 他们过去以后 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 没有一样能逃避他们的 他们的形状像马的形状 战马怎样奔跑 他们也怎样奔跑 他们在群山顶上跳跃的声音 如战车的响声 又如火焰 吞灭碎街的响声 向强盛的民 摆阵预备作战 在他们面前 万民苦恼 人人脸红耳赤 他们奔跑向勇士 又向战士爬上城墙 他们各按自己的路前行 并不偏离路线 他们彼此不拥挤 各按自己的道前行 甚至他们持着兵器跌倒 也不会被剪除 他们冲入城镇 奔上城墙 爬进房屋 像盗贼一样从窗户爬进去 在他们面前 大地震动 诸天摇汗 日月昏暗 星星无光 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头 发出声音 他的队伍极大 成就他话语的使强盛的人 耶和华的日子伟大 非常可畏 谁能忍受得住呢 耶和华说 现在虽然如此 你们仍要全心全意 以进食 哭泣 哀嚎 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 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 并要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随时转意 不降灾祸 有谁知道 或许他会转意 并且施慈爱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素季和奠基 你们要在喜安吹号角 把见识的日子分别为圣 召开严肃会 你们要召集民众 使会众分别为圣 招聚老人 聚集孩童 和在怀中吃奶的婴孩 让新郎从心房出来 新父从内侍出来 让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在圣殿的郎子和祭坛之间哭泣 让他们说 耶和华 求你连续你的子民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使他们在列国中成为笑谈 为什么容忍在万民中讥笑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于是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地发热心 连续他的子民 耶和华应运他的子民 对他们说 看啊 我必赐给你们五谷 新酒和新油 你们必吃得饱足 我必不再使你们成为列国中的羞辱 我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 我要把他们驱逐 到干旱荒凉之地 他们的前队赶入东海 他们的后队赶入西海 并且他们的臭气上升 他们的心味上腾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势 地土啊 你不要惧怕 你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势 田野的走兽啊 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场又发青了 树木又结果子了 五花果树和葡萄树也都效力了 西安的人民啊 你们要欢喜 要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快乐 因为他赐给了你们和时的秋雨 他给你们降下时雨 就是秋雨春雨 像以前一样 河场上必满了五穀 榨酒池与油榨 必溢出新酒与新油 我差遣到你们中间去的 我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男子 马榨 和简虫 在那些年间吃尽的 我必补给你们 你们必吃得丰富 并且饱足 你们就赞美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名 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 我的子民 必永远不会羞愧 这样 你们必知道 我是在以色列中间 又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除了我 再没有别的神 我的子民 必永远不会羞愧 以后 我要把我的灵 浇灌所有的人 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异梦 你们的少年人 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也要把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婢女 我要在天上地下 显出神迹奇事 有血 有火 有烟柱 太阳将变为黑暗 月亮将变为血红 在耶和华 伟大可畏的日子 临到以前 这一切都要发生 那时 求告耶和华的名的 都必得救 因为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 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 必有得救的人 在节后余生的人中 必有耶和华 所护照的